2023网飞在年末放出了一个无敌重量剧集 它就是我们80后童年的美好卫影 曾经火遍全网的日本动漫改编的真人版悠悠白书 悠悠白书在那个年代风里全球卖到脱销 甚至动画和游戏也受到了狂热的追捧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本漫画影响了80后一代人对日本动漫的看法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故事一开始我们的主角范普幽柱就死了 是的你没听错 幽柱看到了地上躺着的尸体居然是自己 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直到他们将他的尸体抬走 有人穿透过了他的身体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已经死了 而就在四个小时前 一只魔灰虫从天坑中逃出 然后飞到了天空之上寻找目标 没多久在一处排满了汽车的街道上 魔虫从汽车之外飞进了车内 然后附身在了一个老司机身上 顿时就让司机发疯般的开车横冲直撞 仿佛破坏一切就是他存在的使命一般 他闯过街道撞向了步行街的人群 汽车急速地压榨而来 无数人纷纷逃命躲避 然而也就在这时 幽柱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站在街头愣住 于是他想也没想就立刻扑上前去 将小男孩推开 而他自己则成为了车轮之下的一股亡魂 他愣愣地看着自己的尸体被抬走 却不知道今后他该何去何从 然而也就在这时 一个叫做牡丹的灵界使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他对着幽柱说让他跟着自己走 明河的镜头是阎王的住处 第一天当幽灵的幽柱还以为阎王是个长胡子老婆 但当他亲眼目睹一个壮汉叼着奶嘴时 才知道明街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 眼前的奶嘴壮汉是阎王二世小阎王 他说幽柱是做好事死掉的 所以他愿意给幽柱一个死而复活的机会 不过幽柱需要帮他一个忙才能重新回到人间 这只魔虫就是害幽柱惨死的真凶 多年前世界被分为人界和魔界 两者本互不侵扰 可最近不知为何 魔界的妖物频频进入人界作乱 今天一个货车司机在等左转的红绿灯时 魔界的魔虫突然钻入他鼻子 司机被附身后不受控制的前景 货车失控撞入巷子 幽柱看到一个小孩差点被撞到 这才会冲过去营救对方 幽柱死后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直到他看见他的身体被送上救护车 还看见别人可以从他身上穿过去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幽灵 四个小时前城里出现了一个天坑 魔虫就是从那个天坑中钻出来 当时所有人都还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然来临 幽柱像平时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他就吓了被欺负的同学 却被校长误以为他在欺负别人 愤怒的幽柱逃血跑回家 可妈妈也对他冷嘲热讽 幽柱愤愤离开家门 出去又遇到了总是来找他麻烦的几个混混 他和混混们打了一架 脾气暴躁的中二小伙 但他却有负侠义之心 为了救人而死他是没有怨言的 只是他没想到他就个人功德直接封顶 阎王的手下牡丹亲自来接他 阎王甚至许诺要让他复活 可惜幽柱对于复活没什么兴趣 他觉得活着太累了 就这样当个幽灵也是不错 幽柱以为他的死不会有人在意 但他的葬礼上那个同学又在被欺负 没了他的帮助 平时最讨厌的混混们反而挺身而出去救人 幽柱的离开让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不仅混混的难过 他的妈妈和青梅竹马的银子更是痛苦 看到两人抱头痛苦 幽柱突然就不想死了 他想回到大家的身边 但小阎王还没施法让他复活 那个同学就又被人欺负了 他们想要放火吓唬他 谁知尽给了那只魔虫附身的机会 被附体的同学犹如变异丧尸 他有很强烈的攻击欲望 就连地上漏游起火了他也不走 起火地点就在幽柱家附近 幽柱家里也被波及 银子为了救出他的遗体不惜冒火冲进去 看到银子昏迷倒地 幽柱复活的决心在这一刻到达了巅峰 幽柱答应帮小阎王解决人界妖怪 小阎王这才施法让他回到了自己身体 幽柱抱着昏迷的银子走出火场 但他没有在这里多逗留 因为他还要去解决附近的那只魔虫 魔虫正在攻击混混帮的人 混混帮的人本来只是想来救他出去 却被他按着一通报答 混混老大还以为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 谁知下一秒 幽柱冲过去拉起被附身的同学 他脸部扭曲 看来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湮灭 小阎王让幽柱用灵力赶出同学体内的魔虫 但幽柱根本不懂灵力该如何使用 小阎王说灵力就是他刚才就引子师使用的那股力量 把全身所有力量集合在一个地方 并且召唤出体内最强的战略 这就是对付魔物的办法 这些纸上谈兵的东西幽柱需要时间去领悟 在领悟的过程中魔物追着他拧杀 魔物把同学的手变成了刀 幽柱好几次都差点被砍死 这个时候没人能帮得了他 想要成功驱除魔物 他必须领悟出灵力的使用方法 气浪太强 魔物的生命力更是顽强 看着同学的身体被彻底占据 幽柱心里疯狂滋生出愤怒的火焰 他把同学按在墙上 并不断呼唤他本身的意识 同学的眼角有泪水流出 手也逐渐恢复成了原样 幽柱看到了希望 体内一下就涌起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幽柱成功杀掉了魔虫 但他不会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他复活的代价是解决人界的所有妖怪 而最强大的那一个现在还并没有出来 小女孩不知道陌生人的糖不能要 她好奇地凑近这颗可以跳动的黑糖 结果 这颗黑色魔珠可以吸收小孩魂魄 拿着他的妖怪名为钢鬼 多年前钢鬼藏马飞影这三个妖怪 偷走了灵界三大秘宝 小阎王为了把他们找回来 不惜让身为人类的幽柱复活 他教导幽柱学习灵力法术 以此来让幽柱对付那三个妖怪 可惜幽柱太过自满 他觉得自己就算不用灵力也能打败那三个妖怪 学了几天后幽柱就去探查情况 他发现最近有很多小孩都无故昏迷了 小阎王的助手牡丹告诉他这是钢鬼干的 钢鬼以人类灵魂为使 他最喜欢人类小孩的魂魄 而他偷的恶鬼玉可以帮助他吸走人的灵魂 现在幽柱必须找到钢鬼并打败他 才能解救那些昏迷的孩子 幽柱直接来到孩子多的社区 他猜到钢鬼会在这里作怪 结果过来时果然看到很多孩子纷纷倒地 前面有个壮汉手持黑猪 幽柱知道他一定就是那个钢鬼 于是他火速冲上去抓捕对方 钢鬼根本不把幽柱放在眼里 幽柱伸手虽然矫健 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并没有什么胜算 另一个妖怪藏马就站在一旁看醒 幽柱不知道藏马会不会出手 只能先拼尽全力对付钢鬼 钢鬼一身牛尽使不完 不过他行动起来有些笨重 幽柱几招下来就摸清了他的底细 他原以为自己紧靠拳头也能打败钢鬼 但现在看来不用灵力他是无法成功的 幽柱躲在车后努力蓄力 可他没有完全学到尾 只见一点灵力很快就消耗殆尽 钢鬼在寻找他的踪迹 幽柱知道不能再这样耗下去 他一个冲刺扑上去 罩着钢鬼脸上就是一拳 但下一秒他被狠狠摔在地上 紧接着钢鬼轻而易举就把他举到了头 这个孩子是几天前被幽柱救下的那个 他把幽柱当成亲哥哥 丝毫没意识到这个地方有多危险 钢鬼捡起恶鬼玉吸收这孩子魂魄 他本可以把魂魄先储藏在恶鬼玉里以后吃 却偏要当着幽柱的面提出这个孩子的灵魂 幽柱打败了钢鬼 恶鬼玉里的魂魄也被释放了出来 所有昏迷的孩子都醒过来 但幽柱没有掉以轻心解决了钢鬼还有一个难缠的藏马 刚才的战斗藏马一直在旁观战 他虽然没有出手 可幽柱还是觉得他不好对付 这天之后幽柱开始跟踪藏马 小阎王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怀疑藏马的用心 作为妖怪藏马不可能没有察觉自己被人跟踪 他似乎是在刻意邀请幽柱 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原来藏马在人界还有个妈妈 十几年前藏马受伤躲藏 他进入了这个女人的肚子里成为了他的孩子 十几年朝夕相处 他对妈妈有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妈妈生病了 他这才偷走了灵界秘宝黑暗镜 他想用黑暗镜救他妈妈的心人 之前他看出幽柱也是个心软的人 所以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他希望幽柱能给他一些时间 可他们不会想到这些话全被混混头子桑原听了过去 自从幽柱死而复活后 桑原就总觉得幽柱很奇怪 他想看看幽柱在干什么 谁知竟听到了幽柱和藏马的谈话 桑原的兄弟被妖怪害得浑身是伤 他不理解幽柱为什么要对妖怪留情 当牡丹告诉幽柱想要用黑暗镜实现愿望 就必须献出许愿者的性命时 幽柱毫不犹豫的就要去阻止藏马 他不想让藏马死去 这让一只跟踪他的桑原十分愤怒 幽柱还是冲了进去 他告诉藏马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想让自己的孩子死去 幽柱看到过他死后他妈妈的表情 所以他不想藏马也重蹈覆辙 如果非要献祭生命 幽柱愿意献祭一半出去 这样藏马就不会死 幽柱成功救下了藏马 桑原也放下了对妖怪的成见 可幽柱不会知道今晚还有一场危机 变态富豪把美女囚禁在笼子里 滚烫的烟头戳在美女手臂 美女顿时被烫得流下了眼泪 眼泪落地成珠 这就是价值连城的兵类史 眼前这个美女不是一般人 她是传说中的妖怪兵女 她的眼泪是最值钱的宝贝 为了得到她 富豪不惜用昂贵的天坑和卷毛做交换 她把天坑交给卷毛 卷毛则把兵女抓来给她 本是两全其美的合作 却不料有妖怪会跳出来搅决 飞影为了找到丢失的妹妹 不惜偷走灵界秘宝降魔之剑 这剑可以让人拥有梦寐以求的能力 飞影夺走了兵类史 这让富豪无比愤怒 她弃得给卷毛打去电话 想要拿回她的天坑 但卷毛不答应归还 只说她会帮忙调教兵女 等到电话一挂 卷毛就叫出了自己的手下 小阎王不知道卷毛和富豪的交易 但她知道降魔之剑在飞影手里 她派了灵界侦探幽柱去抓捕飞影 可飞影手握降魔之剑 半壶水的幽柱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这是幽柱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 为了帮她战胜飞影 牡丹决定把她送去大师那里训练 桑原得知此事也要跟着一起去 结果大师只是让桑原用木剑砍石头 让幽柱用灵力练道令 幽柱苦不堪言 她不知道这种东西有什么好学的 无数次她都想要放弃 可半个月后她看到桑原还在执着地砍石头 心里的胜负欲顿时就被激发了出来 桑原居然在幽柱之前练出了灵剑 可幽柱还在原地没有进入 这一幕刺痛了幽柱的眼睛 这天之后她开始了疯狂的训练 大师看时机成熟了 这才着手指导她引出体内汹涌的灵力 幽柱在这方面天赋极高 当她的灵力突破天际时 远在海岛的卷毛手下也看到了这一幕 他们盯上了幽柱 但幽柱对此一无损之 这段时间卷毛叫来了很多有钱人 其中就包括那个买下兵女的富豪 卷毛说她给上流社会准备了一个游戏场所 这里可以看到妖怪间的相互厮杀 有钱人们还可以下注赌钱 卷毛抓来了不少妖怪 可这些妖怪在卷毛手下连一招都撑不过 看到这一幕 富豪再也不担心兵女会被人偷走了 他让人把兵女的笼子送去卷毛准备的监狱 谁知笼子打开时里面尽空无一人 原来他的保镖看不下去 竟然偷偷护送兵女逃了出去 可惜他们不会知道 在这座岛上到处都是卷毛的眼线 冰女悲痛大哭 留下的眼泪再次凝结成珠 与此同时妖怪飞影正在寻找他失散的魅力 他想借由降魔之剑的力量 可藏马却请求他把降魔之剑交给幽主 作为交换 他可以告诉飞影他妹妹的下落 但飞影没有同意 他不想和人类为伍 也不信藏马给了任何消息 城里的天坑之下连接着一个蓝色光球 而光球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机器 这机器可以连接人界和魔界 这也是卷毛为什么能抓到那么多妖怪的原因 一场巨大的阴谋即将成型 可主角幽主还没有任何防备 他在大师这里终于学成出山 大师把灵光玉传给了他 这个东西可以让幽主掌握灵光波动权的秘密 幽主以为等他战胜飞影后 就能回来探望大师 但他不会知道在他们离开后 卷毛的手下就来到了大师这里 几分钟后卷毛手下离开了现场 墙上出现了一个大坑 里面是倒地的大师 山下的幽主不清楚此事 他在影子殿里失眠 走的时候却发现影子被人绑架了 飞影扛着影子消失不见 幽主迅速追上去 不知道跑了多远才终于找到了飞影 之前他不是飞影的对手 但在山上学成归来 他已经能和飞影打个平手了 可幽主不会知道 绑走影子的并不是飞影 而是伪装成飞影的另一个妖怪 幽主和飞影打了整整几百个回合 才终于被赶来的藏马制止了斗争 藏马把真相告诉了他们 他说影子和飞影妹妹都在卷毛手里 现在他们不该内斗 而该团结一心对付海岛的卷毛 三人朝着海岛前进 却不料桑源也跟了上来 四人小队正式成立 可他们刚刚来到码头 就看到卷毛小弟在这里等候他们 能一眼认出他的人想必都三十了吧 这是悠悠白书中葬马的真面目 表面是个弱不禁风的美少男 实际上却是一只拥有千年倒横的妖 在他没变身前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红发飞主 要不是他们刚来海岛就被卷毛手下拦住 藏马也不会独自迎战这个长发妖 刚开始藏马被打得很惨 他现在是人类身体 妖力在他体内根本没法完全释放 长发妖一直在逼他献出原形 为此不惜对藏马采取极端轰炸 藏马躲得很狼狈 但长发妖并不准备就此放过他 他手握数一水球 藏马丢出玫瑰阻拦 水球立马在空中一一爆裂 可惜他一直在防守 却无法主动进攻 这长发妖一旦动真格 藏马就会被迫献出原形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战斗就不是长发妖能控制的 藏马用石人花攻击长发妖 很快长发妖就被紧紧束缚在半空 他的面罩掉落 但藏马却突然感到自己妖力衰竭 他毕竟做了这么多年 妖力早已不复当初 他眼睁睁看着长发妖挣脱束缚 下一秒便被对方打飞了出去 他便回了人类的身体 妖力也使不出分毫 长发妖得意不已 他以为他和藏马的战斗是胜负一分 殊不知刚才藏马早已在他体内 种下了岛根牧草 那是一种寄生植物 只要藏马说出特定字眼 他就会在宿主体内无限长大 直到破体而出 长发妖倒下后富豪团队 他们拿这场战斗当赌注 很多人都买了长发妖营 谁知最后的胜者竟然是不起眼的藏马 今晚有三场赌局 一场是藏马对长发妖的 一场是飞影对盔甲怪的 还有一场则是为主角幽助量身打造的 现在藏马这边的战斗落下回路 飞影那边的才刚刚开始 飞影对战卷毛手下的盔甲怪 这妖怪手持千斤重的大斧头 拎着就朝飞影砸 飞影闪顺躲避 他意识到盔甲怪不好对付 便直接拔出了自己的剑 盔甲怪也发现飞影不是好人 他卸下盔甲全力开战 身上肌肉抱起 手臂更是凝聚起了全部妖力 飞影的剑气在他面前毫无杀伤力 看到这一幕 富商们都觉得盔甲怪赢定了 现场一片嘈杂 只有卷毛在淡定地看着监控 他看到了两个意外的身影 盈子和兵女居然逃出了牢房 原来十分钟前 盈子就想到了脱身的办法 他假装肚子疼引来守卫 然后毫不留情地使出了脚弹的本领 他成功勒晕守卫 并拿走了对方的钥匙 打开了隔壁的牢房 他就出了兵女 可惜他们没走多远就听到了一些动静 桑原惨遭毒手 他想大发雷霆 但看到兵女那张美若天仙的脸 他顿时就不默 他护着兵女和盈子逃离现场 谁知在他们找路时 竟不慎放出了卷毛珍藏的怪兽 三人被追得狼狈逃窜 幸好他们配合默契 影子和兵女先逃出去 然后关门让卷毛赶在最后一刻钻出来 这边危机暂时解除了 飞影那边却落入了下风 盔甲怪不把飞影放在眼里 可飞影却顽强地再次爬了起来 他扯下手臂的衣服 并撕下了上面的缠带 这是他最大的衣裳 妖力魔龙 就算再来十个盔甲怪也不是对手 飞影的右手差点毁掉 但他胜过了盔甲怪就是直得 在拐角处他和藏马相遇了 两人虽然都是一身伤 可他们依旧没有放弃继续战斗 而另一边桑原他们也和矮妖撞上 桑原不把这个矮个子放在眼里 他以为一棍子就能搞定 却不料 出出茅庐的桑原对上矮妖完全没有胜算 毕竟这矮妖可是可护于吕的兄弟 矮妖可以千变万唤 就算桑原被击地召唤出了灵剑 也只是给矮妖挠挠痒而已 桑原已经在提前开始庆祝了 却不知矮妖身体碎裂成无数块都能存活 他偷袭了桑原一招 随后便很快恢复了原样 与此同时 护于吕和幽柱的战斗也开始了 幽柱率先发起进攻 但每招都能被护于吕轻松破解 等到护于吕出招时 幽柱就只有后退的份了 护于吕一招就干到了观景台上 富商们被吓得仓皇逃离现场 他们还以为卷毛真是为了赌钱 殊不知卷毛只是想干票打的 他用机器连接了人戒和魔戒 设计这些战斗只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 时间一到魔戒和人戒的结界就会被打开 道识人魔二戒将再次合二为一 就算是小阎王也无法阻挡他的脚 他在天坑外面加上一层结界 但这结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无奈的小阎王只能找到卷毛 他知道卷毛是人类 所以他无法理解卷毛的想法 如果所有妖怪清朝而出 人类还会有存活的可能吗 人间界和魔界を持续にしたいんですよ つまらない国境なんて突破了って 卷毛提出和小阎王赌一把 他拿幽柱和护鱼旅的战斗来赌 如果护鱼旅赢了 小阎王不要再干涉结界的事 如果幽柱赢了 他也不再使用这个机器毁到结界 小阎王没得选 他现在只能把所有希望放在幽柱身上 好在幽柱也不是孤身一人 战斗结束的飞影和藏马赶到了现场 他们虽然损耗了不少战力 却还是能助幽柱一臂之力 三人齐齐朝着护鱼旅冲去 他们使出浑身解数 可惜依旧无法伤到护鱼旅分毫 护鱼旅的战斗力强的惊人 哪怕被1V3他也丝毫不决 结束了吗 不 护鱼旅从墙洞里潇洒走了出来 此时的幽柱三人已经精疲力尽 但他仍有一身使不完的牛尽 他说他甚至没有使出全力 他以为幽柱能和他打肯定是个厉害的角色 谁知幽柱竟然是菜鸡 护鱼旅的话音刚落 银子他们就来到了现场 他们是被矮妖追过来的 却没想到刚好目睹一场大战 矮妖得意洋洋 他觉得他们兄弟肯定不定 于是他把大师的死讯告诉了幽柱 当年大师和护鱼旅一同习武 但后来护鱼旅放弃了人类身份做妖怪 就和大师越行越远了 矮妖兴奋地对他们讲述过去 却不知这触碰到了护鱼旅的逆力 护鱼旅一拳把矮妖干得稀碎 他知道大师把功力传给了幽柱 只是他没想到幽柱竟然菜得这么厉害 桑原尚且还想冲一波为大师报仇 可幽柱竟真的爬都爬不起来 直到桑原被狠狠踩在脚下 幽柱这才开始暴起反击 可惜他的攻击没能除掉护鱼旅 反而让护鱼旅现出了妖怪原型 护鱼旅觉得幽柱简直没用 他只是用弹纸就能伤到幽柱 但幽柱的攻击却进不了他的身 结界马上就要破了 小阎王感到绝望 谁知牡丹竟然找到了护鱼旅变成妖怪的原因 原来五十年前护鱼旅的弟子被一名妖怪所杀 护鱼旅没能为自己弟子们报仇 从此就走上了惩罚自己的道路 他拼命变强拼命寻找对手 不是为了登上最顶端 而是为了找到和他不一样的人 他希望幽柱能在绝境中战胜他 这样他就能放过当初那个无能的自己 为了激发幽柱的全部战略 他干脆杀掉了桑元来刺激幽柱 桑元的死果然给了幽柱致命一击 他无法饶恕无能的自己 就算桑元就不回来 他也要替桑元报仇才行 幽柱决定使出全部灵力 他将所有力量聚集在手上 是成是败就看这一招了 这一刻大地阵战 所有人都为之捏把冷汗 幽柱的攻击究竟有没有伤到护鱼柱 这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的答案 雷格 幽柱无力瘫倒在地 他以为自己失败了 不料护鱼吕竟然说他成功了 护鱼吕露出了释然的笑 随后便砸在地上变成了一堆灰烬 这场战役幽柱赢了 卷毛只能信手诺言关闭机器 他不甘心多年心血毁于一旦 最后竟偏激地给了自己一枪 事后冰女用治疗术就回了桑元 桑元更加肯定这就是他的真命天女 离开时冰女问飞影是不是他失散多年的个人 可飞影没有承认 他只是陪在大家身边 当他看到桑元离冰女很近时 就会走过去赶走桑元 幽柱经历这一遭也成长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愧对天上的大师 但他不会知道大师已经和护鱼吕重逢了 这一次他恢复了年轻时的样子 可护鱼吕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 有些缘分一旦断掉就是尽头